这是我请示环保部门 做的一份检测报告 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上面大部分的数据 都是严重超标的 我想拜托你 把这个检测报告 帮我交给老康 明天就是拆线大会 他可以在会上 对拆线户做一个说明 这块地真的不能马上动工 临先治理污染 亲爱的 你是知道的 我跟我们家老康之间 从来都是他主外我主内 他工作上的事情 我从来不察言 就算是我跟他说了 他也不听我的 我知道要是别的事 我也不会这么为难你了 不是吗 可是这事咱们真的不能不管 你想 咱们都是五元化工厂出来的 而且你妈和我爸 都是中毒污染的受害者 要不然也不会走得那么早 你说我们能眼睁睁地 看见这种悲剧再发生 我们就置之不理吗 可是宝贝 我老公的文人我是清楚的 你想啊 他做生意这么多年 而且生意做这么大 他怎么可能是 唯利是图的不法商人 不然他就走不到尽头 我当然知道 他不是唯利是图的 不法商人了 只不过我觉得 他对这个污染的严重性 没有一个具体的了解 有了这个报告 他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好不好 宝贝啊 这么大的事 是我们俩能解决的吗 我是什么身份啊 我就是个家庭主妇 你是一个设计师 这种事让政府 跟他们有关部门去交涉 咱们俩能趟着水吗 这里面水多深 我们知道了 我真的来不及了 你给我打电话那么着急 我以为什么急事呢 我是偷跑出来的 我可不可以知道 我不在家又跟我窜了 他毕竟你还不知道 我走了 你快点 就帮我把 就报告交给 这两天 约知知知 我们吃个饭 行了你啊 没事的 不要又过优明 走啦 不会有事 大家好 我是康瑞地产的康乔 在座各位 都是从拆迁户里 选出的代表 今天请大家来 召开这个说明会 足以证明 我们康瑞地产 对绿色天成 这个项目的重视 在座各位 不管有什么问题 今天都可以提出来 我们都会一一 为大家做答 下面有请 我们绿色天成的 总设计师 同时 也是我们 时光云郎的 总设计师 JK建筑事务所 设计总监 时光先生 为大家讲解 绿色天成这个项目 谢谢 谢谢 如果说时光云郎项目 康乔先生致力于打造一个城市性地标建筑的模板的话 那无疑我们的绿色天成项目 就是要打造一个高端现代化的生活小区的模板 这样一个模板 在城市改建的进程中 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下面请允许我为大家 下面请允许我为大家来介绍一下 绿色天成这个项目的设计理念 和我们的设计细节 对不起 我想借用您一点时间 你在这儿干吗 就五分钟 各位代表 下午好 我叫林笑笑 我是石总的助理 但是我今天 仅代表我个人想发表一下 关于康瑞地产选择 在五云化工厂原址 建设保障性住房 绿色天成小区的一些看法 我个人就是在化工路出生长大的 我父亲 是五云化工厂 香蕉合成车间的车间主任 他在我十二岁那年 不幸得癌症去世了 我二十八岁怀孕的时候 被查出胎儿的染色体异常 医生告诉我说 造成胎儿染色体异常的 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 我长期生活在污染严重的环境里 那么我手上有一份检测报告 这份检测报告显示了 化工路这块地 还没有达到建屋标准 这个检测报告 对不起 我说了 这份检测报告显示了 有开物质的残留还非常严重 马上的含量 这超标的消息二十倍 然后呢 我希望大家 让 我希望各位代表 你跟我二十 如果忽然不出的话 将会儿不出 你现在小学人插学 在此呢 我代表公司呢 向各位表示深深的歉意 你给我过来 谁让你在这儿了 你什么意思 你们不让我来 我就不来了吗 就是因为你们一直在 无视我的诉求 本来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你们非得逼我走到这一步 你想想你冷静点 还要我说多少遍你才明白 这件事情跟你没有关系 怎么可能跟我没关系 我们家就是这块地 污染的直接受害者 就算有关系 可你上面不是还有我吗 我不是空气 你做这片没脑子 你能不能之前 先跟我沟通一下 但是我今天来 就是代表我个人 因为我不想把你和公司 扯进来 把门关上 简放 瞧你老婆干的好事 她什么意思 她来干什么 哥 你冲简放发什么邪火啊 这事跟她有什么关系啊 她怎么知道林啸啸会大闹现场的 哥 我再提醒你一下 他俩已经离婚了 那不是他老婆 是在 你这叫我闭嘴 对不起 康总 对不起 你跟我说什么对不起啊 你跟我说什么对不起啊 这件事情我有责任 一个星期前我就看到了检测报告 你一个星期前就看到检测报告了 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给压下去了 你压下去了 你太大的能耐了 你给压下去了 你压下去了 她今天就不回来砸场子 你如果早告诉我 你如果早告诉我 咱们今天就不会这么被动 你们都看到了 所有的搬迁户都闹起来了 我们这房子盖还是不盖 怎么干 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你们俩都是公司的高层 去跟我想办法 五元化工厂 是一家几十年的牢厂 多年的化工生产 让这块地的大部分土壤 受到了二氯蚁丸 氯仿和氯蚁锡等 挥发性有机污染物 以及拱 参 铜 镍等重金属的污染 而这些污染 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致癌性 从环保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 受污染的土壤 高达三百万立方米 施总 你可以将清理前和清理后的数据 做一个对比 就会知道它的危害性依然存在 这是几年前的一则追踪报道 某化工厂搬迁后 建造保障性住房 业主搬入半年后 纷纷出现脱发 浑身脑痒等症状 直到二氯工程动工 开始深挖 掩埋在地下的污染土壤 这些土壤发出阵阵恶臭 业主们才恍然大悟 马经理 马经理 你负责保安工作 五元化工厂二十四个小时 都要有人看守 任何闲在人等不得入内 尤其是记者 记住 好 汤总 时光来了 苏总 你接着主持 去 every day 了 只否应该能带走 齐一个人andır 你一项目别 舞动 我在打stock 我的脑袋 忙头回座 又能噬 房德 到底要干什么 你事先知不知道这件事 这件事情我有责任 因为他之前多次 跟我提过污染的问题 我没把它当回事 这污染跟林笑笑 有什么关系啊 现在看来 这确实不是一个小问题 对 确实不是一个小问题 这不是你时光灵感一来 随便改改你的设计稿 就能解决得了的 这是个大事 这确实是个大事 我昨天去了五元化工厂 所以这块地确实有问题是吗 没点问题 我怎么可能这么便宜 把地拿过来 现在楼市那么难做 楼家又封顶 我怎么办 不用这种廉价地来贴不贴吗 我上哪儿挣钱去啊 所以所谓的交通便利 配套摄持齐全 都是给拆机户化的大饼 目的是为了让拆钱户 乖乖地拆签是吗 多好的一盘企业 多好的一盘企业 马上就要将军了 让这林孝孝给我搅了局 那你应该谢谢林孝孝 我有病啊 我谢谢他 你应该谢谢林孝孝 及时拆穿了你的谎言 时光 你什么意思 污染是个小问题吗 环保是个小问题吗 康总现在全世界都在谈环保 都在反污染 这么顶风作 后果是什么 你有想过吗 再说不是说房子修好了 人搬进去 这个事就了结了 后续万一出现什么问题 你要担什么责任 你想过吗 你看看这篇报道 你仔细看一看 行行行 这种新闻报道多了 有用吗 楼这儿没人住了 再有 我拿这块地之前 我请专家和律师都论证过 没有任何问题 他们当然说对你有利的 你花钱请他们来的 他们当然说你爱听的 但康总 我得说点你不爱听的 在这件事情上 咱们不能有任何的侥幸心理 咱们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万一将来出现了什么问题 这个责任 咱们谁都挡得起 咱们换外思考一下 如果是您家人住在污染园上 你心里什么感觉 咱们换外思考一下 这不一样吗 那现在这不就是个 挣钱的事吗 那这钱咱们能不能不挣呢 不能 你知道我从银行 带了多少块 我每天要给银行 付多少利息 我不挣行吗 你那时光云朗本来就不挣钱 我要的品牌 你那就是一个大窟窿 我还用绿色天成型 它的利润 来填补你这个大窟窿 现在林笑笑一闹 绿色天成停工了 我怎么办 我拿什么来填你这个窟窿 资金量一旦断了 我就等着破产 你明白吗 那还比你钱花了 楼盖了再拆掉要强 楼盖了再拆掉 你太天真了吧 大寂寞了 行了 师哥 现在最重要的 不是你来劝我指责我 是你赶紧回去 把林笑笑那个话给开了 不错嘛 昨儿跟谁看电影进来 你怎么知道 你逃得过我这双眼睛 你以为呢 你看见我了 笑笑姐 听说你去拆迁户说明会 砸场了去了 石总为了你 都去康瑞地产附近请罪去了 我知道 夏小姐 你是怎么想着呢 什么怎么想的 夏小姐 我觉得你身上那股劲啊 特别像 邱菊打官司里边那个邱菊 我走死要讨个设法 有点像吗 是不是特别傻 不是傻 是执着 现在像你这么执着的人 越来越少了 就是有点太执着了 林笑笑 上来 昨晚上你真看见我了 你以为呢 施总 我说了 我一人做事 一人当 我会承担所有后果 你没有必要去抗认地产 为我父亲请罪的 谁跟你说 我父亲请罪去了 你又没做错什么 我要请什么罪啊 林笑笑 我可算是知道 为什么你做设计的时候 我总是喜欢用锐利的直角和直线 因为这就是你的性格 直来直去 你根本就不知道如何拐弯 我 我那是受了日本建筑大师 机器心的影响 机器心呢 别给自己脸贴近了 你这么做 让公司遇到多少麻烦 你自己知道吗 我知道 对不起 施总 我总是给你惹麻烦 我也谢谢你那么挺我 可是我就是没有办法 眼睁睁地看着地产公司 为了赚钱 完全不顾老百姓的生命健康 我知道 这确实超出了我的工作范围 也让你很为难 在适当的时候 我会做出切割的 我不会让你和公司 为了我的个人行为 蒙受损失 我先出去了 你看 对不起 我看你 Kenny 我感觉你 你还会让你 你还能立需要 在我的看法里 你不不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公 给你泡了玫瑰库尔茶 喝一点 请是少喝点酒 我来干就不好 还烦呢 不过这林笑笑真是的 没想到她真的去闹了 可是老公 那个花工厂 对于我们这些人印象 真的是挺深的 我还记得我七岁那年跟我爸妈 刚从乡下搬到城里 我们就住在化工路那条街上 笑笑也住在那儿 那个时候啊 化工厂后面有个排水的那个屋沟 里面整天卖乌黑乌黑的水 像墨汁一样 那股味啊 经常上面还飘着死猫死狗 印象中最深的就是每天放学 坐公交车 离着两站地都能闻到 化工厂原料的味道 像农药一样 所以啊 当时我拿到那块地的价格 特别地低 低端又好 周围配套设施也不错 特别适合建保障房 现在这些搬迁户 也确实是看到了这些 就把这个污染问题给忽视了 你说 一个有几十年历史的化工厂 要做到污染彻底根除 怎么可能呢 再说 什么叫根除 有标准吗 没有 按林笑笑现在提的要求 我十年都做不到 这不是给我上眼药吗 你知道现在老伟星 最关心什么呀 食品安全 身体健康 只要跟健康过上边 那就是民生大事 这一珊瑚起来没完没了 根本就不可能结束的 现在绿色天城 被林笑笑闹得停工了 十几亿的贷款 你知道我每天得给银行 付多少钱的利息 如果不能如期完供 咱家就要面临巨额的赔偿 银行肯定不给房贷了 这资金链一断 等着破产吧 你说这林笑笑 让我顶了多大一雷 老公 你先别着急 我跟笑笑这么多年的姐妹 你 要不然我去劝劝她 你劝劝她 你劝劝她 你让她能不能理解 理解我康乔 你把我的苦处 跟她也说说 你说这事跟她有什么关系 真起了怪 来 喝点水 上车吧 是不是你老公派你来当睡客 知道就好 那你这个鸿门车我可不敢坐 快点上来 赶紧的 笑笑 咱们可是这么多年姐妹了啊 我什么时候开口求过你啊 这次就当我求你了行不行啊 我知道 大家都觉得老康盘子做得大 财大气粗 不 其实啊 男人在外面做事也挺不容易的 男人做事比女人还难 在外面难免碰到个坎坷 碰到点挫折 说的人都没有 老康有事呢 也从来不跟我张嘴 这是他第一次 老康盘子 你能不能不看脏面看缝面 就当是给我个面子 别再跟他闹下去了 那挺不容易的 晓晓 你能不能不看脏面看缝面 就当是给我个面子 别再跟他闹下去了 那挺不容易的 晓晓 不论是 咱们朋友是朋友 是非是是非 别忘了 我们都是污染的直接受害者 笑笑 我就是知道你的个性 所以我不是来劝你吗 你说你这么做 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你是不是傻呀 你还是帮我 回家劝劝老康 其实 其实 现在 还能想出很多解决办法 劝他 别带着侥幸心理开工 因为 这件事情是糊弄不过去的 不知道啊 现在我们拍戏难哪 演员一个一个 都跟事儿妈一样的 今天这场事我必须拍 不拍演员说他没有气 演员难搞 那你跟我换换 你到我这建筑工地上视频 看看哪个更难拍 你少跟我说那些废话了 那问题是北京这么大 你在哪儿拍不行啊 干嘛非要在我这儿拍 你这有品位啊 你知名建筑师啊 我不来这儿去哪儿 说好了啊 晚上七点我要进场了 介绍一下 我助手林笑笑 这个是 认识 你好 黄沙谷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哇 怎么搞的 这样也能撞下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对不起啊 我撞到你的车 真的是不好意思 没事 撞了就撞了 我下午送去修就好了 不用 是我的责任 我应该负全责 你说多少钱我赔给你 没 没关系修你 这车很坚强 不是 我 不用钱 这个我们不是都要保险公司吗 对啊 有保险公司啊 我现在给保险公司打电话 你好好处理啊 我先走了 走了 走了 你笑笑 天天 你要有事给我打电话 没事 没事 这电话怎么打不通啊 淳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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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事吗 我想跟你谈一谈 我们有什么好谈的 我想跟你说 对不起 对不起 事情过去那么久了 你现在跟我说对不起 有意义吗 对不起 那个时候伤害了你 你没有伤害我 你让我变得更坚强 像你的车一样 UH 保险公司 你把手上的工作 跟小姑交接一下 明天就去渡江 我委任你来负责 渡江学案的前期储备 您是想把我赶走啊 什么叫赶走 能不能别说那么难听啊 你跟吴立强是老同学 能说得上话 这个工作安排你来做最合适 怎么 有意见啊 我能说不去吗 那我先出去了 回来 你明天就要去渡江了 我可有一阵子 喝不着你泡的咖啡了 帮我泡也没卖 石总 你是怎么认识 黄少虎那个渣男的 人家怎么就是渣男的 你别随便给人扣帽子行不行 他就是渣男 你见过成天把后果药 揣自己兜里的渣男吗 我跟你说是 也许黄少虎是把蔡淳妮害惨了 但是 他把自己害得更惨 他结束了美国那段 他爸妈给他包办的婚姻之后 他就再也没有碰过女人 我才觉得他快变态了 而且就因为这个 他放弃好莱坞那么好的发展机会 回国来了 还好莱坞的发展机会 他那是吹牛呢吧 吹牛又不上睡 他回来干吗 他是回来再祸害春妮一回吗 我发现跟你们女人讲道理 怎么就那么难呢 你别给人下那样的定论 我跟你说黄少虎那心病了 还只有蔡淳妮能医 什么时候蔡淳妮原谅他了 他才能真正地走出来 他那是活该 咎由自取 负心汉就是没有好下场 行了 行了 我看你也别泡咖啡了 火气那么大 我估计泡出来咖啡也是火药味 那是因为你不知道 淳妮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 他 怎么过来的呀 我已经把所有肇事的资料 发给保险公司了 他们会处理的 有什么事也会跟我联系 今天真的不好意思 我撞到你的车 对不起 这些年你过得好吗 这跟你有关系吗 你看上去很不快乐 春妮 这跟你根本有关系 我们要做的事忘记彼此 我忘不掉 这个世界上 没了谁都是一样生活 一样过日子 有什么忘不掉的 我做不到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就是想 我能够为你做些什么 你现在唯一能为我做的 就是站在外面 帮我把车门关上 从今以后 我们不用再见面了 谢谢 我怎么也认为你做的事 你会帮我做的事 我去做的事 我会拍一下 我去做的事 我发现 我去拍一下 你 还有一点 我去拍一下 你拍一下 我去拍一下 我这样子 我去拍一下 我去拍一下 我看你拍一下 你说 这世界也真不小 没想到我老板 竟然会是黄少谷的门闺蜜 不过我听时光说了 他这几年是怎么过的 其实他过得也挺悲催的 他结了婚不到两年就离婚了 之后酗酒进了乐街所 还得了躁郁症差点自杀 可能就有这么一种人 一旦爱上了就像疯子一样 你千万别再招惹他了 不过你也别再恨他了 得饶人处且饶人 其实我一直 以为我自己可能会恨他一辈子 可是当我又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我完全恨不起来了 就是让自己看起来很坚强 表现出来很冷漠 其实我心里面挺脆弱的 你知道吗 其实这么多年以来 在我心里面最深的地方 一直都有他的位置 我觉得我自己挺没有出息的 我不止一次告诉自己 必须要把他忘了 我知道 要忘记他很难 但是你必须忘记他 我跟他之间 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我知道他是你的初恋 不说了 快吃吧 来 陈妮儿 我要调去渡江了 干吗去 公司让我负责渡江的一个项目 出去工作一段时间也好 不然我们姐妹这么多年 别绿色天成那个项目闹得 去多久 不知道 您工资安排吧 我有空去看你 下次你回来 我给你做各种各样的新品 小老大官绝对够用 昨天不送你了 到你以后报个平安 我知道 你们快去忙去吧 好 我走了 拜拜 笑笑姐去哪儿 公司给她发配到都江去了 去那儿干吗呀 还不是因为你爸 这如今像笑笑 这么能说实话的人 肯定吃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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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是方的还是圆的 思念是长的还是短的 爱情是甜的还是苦的 相逢是对的还是错的 缘分你究竟把两个不相干的人 捏合在一起 还是把两个相爱的人 拆成两半 如果有缘无分 我们为什么还要苦苦眷守 如果时间是一个闹钟 按一下就会停 能不能把所有的悲伤往事 都停留在一个遥远的角落 用遗忘去封存 可事实上 它却像弹在宴会缸里的宴会 当你走过的时候 总会不经意地飞起来 冷不丁地刺痛你的泪线 让你流泪 黄总 黄总 你快看 难以抗拒你容颜 他又更新博客了 真的 爸 非常地均动 从那天 我用了小动业 我それは不断 我会不想看 你最爱你 你离开你 你才爱你 你不愿意 你怎么爱你 你怎么爱你 我爱你 是因为我才删掉的对吧 春宁 你说话 我知道 现在这个情况 我们不应该私下碰面 明天下午三点钟 我在你附近的餐馆等你 你就把我当成一个 你是公司的老总 我们谈谈 好吗 我已经进去 你 我 春妮啊 你在里边呢 妈 是我 你怎么了 我没事啊 妈 你哭了 没有 我刚刚眼睛里面新东西了 迷了 到厕所里面洗一洗 现在没事了 我去接司康了 时间快来不及了 去吧 你一定想办法把那个祭祀的稿子压下 对 不管花多少钱 这事千万不能让媒体知道 让媒体知道就天下大乱了你知道吗 好 先这样 事情办好给我打电话 多晚我都等你别晃 好 我妈死了以后 还第一次来你的办公室 真是越来越气派 越来越高档 这几年赚了不少黑心钱吧 我把这事都给你打开 我都给你打开 一戏 那你看这事 你应该给你打开 你帮你打开 你帮你打开 你打开 你打开 你说你一个美国 名牌大学的高材生 你跑去打什么工啊 诚心给你爸丢人是不是 名牌大学怎么了 高材生怎么了 我在美国媳妇 送外卖 刷盘子 这些事你都不知道吧 四川 回美国上学去吧 好不好 你只要回去 爸马上把所有的卡 都给你恢复了 不需要 我就喜欢这种 自食其力的感觉 我以后也不想 再花你的钱了 因为你赚钱 都是靠坑猛拐骗 说什么呢